花蓮市国府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开幕了 邀请将近50多位高龄长者共享生举 长辈们也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 社会处表示为了让服务更多的长辈 未来会持续争取建制社区关怀据点来打造高龄的友善环境 花蓮市国府里里长总网来表示 国府里人口组点增加加上迈入老人化的社区 更需要一处关怀据点来成立来照顾长者们 经过礼监事和社区的奴隶 以及花蓮新政府社会处权益的支持 并且在社区活用中心正式成立的 办了这个关怀据点 因为现在少数化 家里的老人好少的没有人在照顾 所以这个机会 老人家和婆婆娃娃他们到我们的关怀据点来 给大家有伴 大家互相的努力 教他们一些体操啦 就一些动作啦 还做一些那个老人要做到捏捏捏捏捏一些那个劳作 像小孩子在动劳作这样 给老人家他们有兴趣 他们有趣趣 可以知道说在休息欢暖他们 他们就会快乐 那这样就是在生活上 很快的就去私事啦 他们如果心情都会好的话 他们就过得很快乐 那这个社区就有个能力 就是给他们这样快乐的过日是这样 长者们看到社区关怀据点开幕了 可以说是相当的开心 国副里长中央来也邀请讲师来为老大人们办理健康讲座 并且说明长者来到社区关怀据点有哪一项服务 大家来到这里之后我们会为长者们先量体温和血压 同时安排丰富多样的课程和健康超 社区关怀据点之后 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共同来营造幸福快乐的城市 记得转眼黄色味道